记者郑景与台北报道,八百壮市立院抗议完全脱续,一名毗力小组年轻警察被拉出封锁线,遭抗议群众拖出去狂殴,数名成员对警察拳打脚踢,还有民众扬言要把他抓上宣传车绑住,所幸被少数立性民众制止。 八百壮市团体完全失控,在立院门口对住警方狂飙三字经,还大喊打死他,并且出动铁链试图拉到理法院大门,一名警察在试图把铁链剪掉时,失足滑倒现象还生,民众居然鼓掌较好,欢呼庆祝除了该名年轻警察被拖出殴打外,事后更有多名警察被拖出殴打,场面混乱火爆, 该名年轻警察为皮力小组成员,被拖离现场后,目前已经归队,据了解,大安分局长周焕星也遭殴打,中山分局长黄永志也受到群众攻击,并被抬离现场。